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肩头的是有一点这种亚麻灰褐色的底皮面料 上腿以后真的也太显腿细腿长胖 虽然它有一点点过时了 但是有一须我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个品牌 比它做的这种长靴还更加高腿型的 而且我这双已经买了四年了吧 它穿上以后依然不会就是那种很松松麻麻的 还是非常贴腿的状态 本来实际上就是轮回吧 保不起里面它又活着 接下来再跟你们说两双黑色的靴线 第一双是我今天新买的整量的这个骑士靴 这种鞋型其实已经活了蛮久了 但我也是第一次买骑士靴 这双是没人高度的 但是它的这个腿筒其实是比较偏力挺一点 比较偏硬朗一点的 不过毕竟也是牛皮嘛 所以它舒适度也是还要很OK的 不会至于说卡膝盖什么的 整体上去还是蛮简洁 干净很大方一双 就是在后面下一个小小的链条 加上一个logo设计 因为骑士靴的靴红 它一般都会做的比较大 不是那种很贴腿的 对穿上去以后真的格外显腿细 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小腿不是那么直的姐妹 穿这个的话还能够帮助你修饰一下腿型 不过这种鞋的你们也千万不要再下雨天会露出来 我今天出去逛街 把双双没有注意泡了一点点水 你们看 它上面都有那种皱歪歪的体验 真的心疼死我了 再用这一双是Oatsaline的一款高跟皮靴 买来真的很不够贵 但这是我目前为止喜欢的 可以算是排上前三的 并且是我觉得可以拿来舒逢的一款鞋 这双呢其实是脸部穿鞋 里面拿出来是一个靴筒 像一个绑带鞋子 你夏天甚至是可以拿它来单穿 当一个浪鞋来穿的 靴筒的这个皮质真的超级柔软 就像那种皮袜子一样 所以它穿上以后真的没什么负担 这双穿出去才真的是一绝 我每天穿出去都会有人来问我鞋子 高腿性真的太好了 显得腿又直又长又细 这双带就是如果你腿双双有一点肉肉 像我有时候吃多一点 穿上就不好看了 它对腿的要求真的还蛮高的 不过我依然很喜欢 好啦 今天给你们分享的这几双长靴 你们最喜欢哪一双呢 如果是穿短靴更多的姐妹啊 就等我下一期再单独给你们分享一起吃吧 爱你们咯 拜拜